音樂是我的生活 如果我起床每天沒有音樂 我的生命會很佛味 音樂是有一個魔法 它會影響你的情緒 會幫助你的情緒 你的喜怒和開樂都可以在音樂中找到 我自己是一個歌手 我怎樣用音樂去幫助現在社會的朋友 後來認識他們 上了他們的工作室 經歷過他們的音樂園時 我發現這就是我找到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透過音樂治療 令到有些朋友有情緒抑鬱時 他們可以找一個地方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其實可以透過不是藥物 一些音樂的治療都可以幫助他們 這就是我們為何會合作 因為我很相信音樂可以治療到人的心靈 的心處 尤其是你看到現在很多朋友 他們可能都自己暫停自己 他們不想和人溝通 或者他們不知怎樣和人溝通 甚麼都自己搞定 他們變成一個很孤獨的人 這就是會產生一些危險 所以我們透過音樂 讓他們可以多一些互動 多一些和別人表達自己 音樂治療其實就是透過一個 有主持資格的音樂治療師 透過不同的音樂體驗 幫助助者達到一些治療目的意味 幫助參加者可以幫助他們表達自己 體驗更加深刻地 體會自己的情緒 因為音樂可以很有力量 所以如果我們做錯了一步 其實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成長 很大影響 所以我們不能夠說 你有甚麼問題就去聽我首歌 就沒問題了 經歷都很多 經歷都很多 從小到大 我的經歷都不是一帆風順 亦都不是那些幸福美滿 但可能今天你見到 心然是很開心 有小朋友 結了婚 但是可能會看回小時候的經歷 到樂壇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這十幾年裏 一路一路自己去找 甚麼是可以幫助社會 有甚麼可以幫助人 批了NGO之後 我開始去想我的方向是怎樣 不可以 經常都是自己拿一些歌籌去做 因為你這樣 如果我一天不唱歌 那我就沒有了 那我就開始想 如果我教唱歌 可不可以有一些收入 就可以支持到自負型規導 好像半社企的做法 我希望這裏可以給人 有一個治療的地方 當天處處鮮花 往後的發展 我希望可以做 很多朋友給不起一個學費 學吉他 學琴 學唱歌 如果來到這裏 可以開設這個地方 讓他們學 那我都很希望將來一波 可以做 未且想你不是圖子花 只有 二 отно實戀那代價 你真的相信值得嗎 heir立善